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20万设假推特账户被封 中国官媒至272万招标增粉推广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多月 至今仍未见平息迹象 社交媒体成为议题的另一个战场 推特和Facebook发现 中国正透过社交媒体来对付香港民主抗议活动 推特删除了936个账户 并将超过20万个账户停止运作 Facebook则表示 已经删除了7个专业 3个群组及5个账户 据苹果日报报道 央视新闻联播20日继续播出多条有关香港的新闻 并播出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题目是看清香港乱局的由来和本质 文章指一些人极力煽动 蛊惑市民参与反修例 乃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其真正图谋无非是要搞乱香港 以香港乱局钳制中国发展大局 乃至将颜色革命的祸水引向中国内地 此外苹果日报记者在中国政府采购网 发现中信社Facebook和Twitter账号推广招标 要求在本月16日开始的一个月内 以粉丝增粉指标推广全球 海外推特海外粉丝页增粉推广 要求增粉量达58万 两份合约分别为120.6万元和124.88万元人民币 根据时间来看 刚好吻合中方近日就反送中运动发动的舆论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回应指 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但他反问 想对于当前香港的局势 14亿中国人是什么态度 你应该清楚 海外华人华侨广大留学生是什么态度 通过媒体报道 你应该也很清楚 我想这些人都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 之后有记者问到 中国官方媒体在Twitter购买大量广告 来负面的描述香港示威者 耿爽对此回应称 首先不知道所谓的中国官方媒体 对香港局势的负面描述是指什么 我想香港发生了什么 真相是什么 我想世人自然会有判断 为什么中国官方媒体所介绍的就一定是负面的或是错误的呢 对于Twitter Facebook删除来自中国账号的情况 耿爽说 你可以去问推特公司 他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政策 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 与当地的民众进行沟通 对外介绍中国政策 讲述中国故事 我想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些公司或某些人对此反应如此强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戳中了他们的某些短处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蓬佩奥说 美国在华为问题上态度明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8月20日表示 美国在中国电讯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问题上 没有发送含混的信号 而是认为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路透社报道说 蓬佩奥国务卿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 川普总统一直是毫不含糊的 我不认为有任何的意义含混的信息 在美国的通讯网络或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中 有中国的电讯系统 这种威胁构成重大风险 是国家安全风险 今年5月 美国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称华为公司卷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美国商务部本星期一宣布再给予华为90天的宽限 准许华为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为现有的客户服务 但同时也将华为的46个子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华为老总任正非星期二向华为公司员工发出电邮 称现在华为处在微网关头 可能会裁员减薪 员工需要立功 要对公司有用 否则将面临后果 华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电讯设备制造厂商 目前依然被将禁止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特许的情况下 购买美国零部件生产新产品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华为向华尔街日报发律师函指责其虚假陈述 华为发布法律函指责华尔街日报发表虚假陈述 对调查报告中的指控证据不足 损害了华为在全球的声誉和商业利益 在这封信中 华为表示 对华尔街日报所谓华为涉嫌参与乌干达和赞比亚的 政府监控网络的说法既不公平 也没有正确表述华为在这些国家的合法商业活动 华为认为文章中的一些陈述明显是错误的 根据华为6月19日的电子邮件及其提供的其他信息 可以合理的得出结论 华尔街日报知道这些来源不可靠 因此 至少华尔街日报在鲁莽的无视其真实性的情况下 发表了这些虚假陈述 这封信说 华为在信中表示 虚假和诽谤言论 已经并将继续损害华为在全球的声誉和商业利益 华为保留这方面的所有诉讼和主张 并将捍卫其行为和声誉 根据网络信息显示 代理华为的律师事务所是Square Python Box 该事务所长期代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并就台湾 香港 南中国海河贸易等问题 向他们提供咨询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香港退休法官说 想维护自由 首先要维护一国两制 据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退休的高级法官亨利利顿表示 如果抗议者想要保留香港的自由 应该首先向北京和全世界展示 一国两制原则的可行性 而不是施压陷入困境的政府 实现更大的民主 亨利利顿还反对抗议者要求 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要求 并表示对任何法官来说 这可能是一项过于宽泛的任务 无异于接管政府的工作 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 这位前法官还对香港的政治精英 进行了罕见的攻击 认为他们坐拥数十亿美元的财政储备 忽视了人们的要求 他说现在向港府提出双普选的要求是徒劳的 人生中几乎没有确定性 其中之一就是支撑香港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制度 注定要在27年后到期 基本法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让制度延续至 2047年6月30日以后 如果基本法崩溃 对自由民主的呼吁则毫无意义 利顿敦促抗议者如果真正重视他们的目标 应该努力保护现有的制度 让北京感到舒适的氛围 以便将基本法延长50甚至100年 然后自由民主的规范和价值观才有可能有机会蓬勃发展 他说根据基本法 在2047年之前 香港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 制定未来的管理模式超出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权力范围 无论是对还是错这种权力都在于北京而不在其他的地方 利顿说 认为非法集会示威以及街头暴力会削弱北京对香港的态度是荒谬的 常识表明它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利顿认为 利顿于2000年退休 此前他担任终审法院的常任法官 他警告称该市的任何进一步动荡都可能导致无可挽回的破坏 对于港人诉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要求 利顿表示 没有任何调查可以涵盖如此广泛的范围 这个过程需要数年时间 并且永远无法得到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答案 他说 这样大的职权范围没有法官可以接受任命 利顿也对香港政府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 称其并未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如医疗部门负担过重 年轻人负担不起住房 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他说到 过去20多年来 特区政府一直采取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 富人越发富有 而大部分人在受苦 人们的正常需求被忽视了 年轻人看不到充满希望的未来 甚至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 我认为这些是根深蒂固的疾病 不满情绪在社区中蔓延 所以带来数十万人上街游行 这些不是调查委员会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说 内地人赴港喷中国必胜四字 遭近四周 上周末 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门前喷漆的中国公民 秦敬军周二被认定预谋作案 香港东区裁判法院以刑事损坏罪判处他四周监禁 秦敬军在香港818集会当天深夜来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并在门口用红色油漆喷上了中国必胜四个字 被当场逮捕 香港明报引述法官表示 37岁的秦敬军携带两罐油漆从大陆进入香港 这表明他的行为并非出于冲动 并且损坏美国领馆财产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报道说秦敬军持单程证入港 喷其动机是对美国人不满 而他周二在法庭上也承认了犯罪事实 继续香港方面的消息 联农隧道展人凶徒身份曝光 已为持牌导游 涉嫌在凌晨于江军澳联农墙 斩商三名市民的50岁凶徒姓洪 消息称他是一名持牌导游 专接待内地团 对抗争者有仇视心态 属较激进的蓝丝 据苹果日报报道 他近日在朋友的手机通讯群组中 曾多次表示不满抗争者 约一周前他曾以手机留言扬言 我想打暴徒 看谁暴力 打赢说了算 我需要枪 有行家形容红的性格暴躁 曾试过与内地团友因购物金额问题起争执 最近婚姻更疑出现问题 据悉洪某是忠实的蓝丝 自返送中争议以来 他不时出席撑警活动 向8月初 他寄予一批旅游业从业人员到尖沙嘴参加 守护香港及撑警日活动 他拒绝接受抗争者自称代表香港人的说法 并强调他自己以前是中立的 但现在已变成铁心支持警察 又暗指抗争者即使被打死也是自找 因撩人者见打死无怨 警方消息称 红自称当日喝过酒 后来涉嫌斩伤三人 其后他换掉血衣 前逃回内地 但随后红被家人劝服返港 终在罗湖口岸入境时被捕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美国188家大企业圆桌宣言 不再独尊股东利益 代表苹果、百事可乐、沃玛和摩根大通 等上市大企业的工商团体 19日举行企业圆桌会议后 联名发表名为公司的目的宣言 强调不再独尊股东利益 将更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希望重新界定企业界在今天美国社会中的角色 这项宣言获得了188位企业执行长的联署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这项宣言意味着企业界正在省思自身在21世纪中的应有角色 哈佛商学院历史学者柯恩说 他们是在回应时代思潮 他们觉得不能再照过去的惯例做生意 根据宣言内容 企业界应该摒弃数十年来的惯例 在股东利益之外也应该投资在员工身上和保护环境 并且公平对待供应商 宣言写道 我们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宗旨 大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仍有共同的基本承诺 也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社群及国家的未来成功 要为所有相关各方实现价值 企业圆桌会议并未在宣言中提到任何行动计划 这只是一个公开宣示 但承诺将给予员工公平的薪酬 提供重要福利与教育训练 并宣示采取永续生态做法以保护环境 以及促进职场多元融合尊严及尊重 纽约时报报道说 大企业角色已经成为民主党多位总统参选人的抨击对象 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与沃伦都指出 大企业在经济变动与气候变迁问题上的角色 国会也一再有人指出亚马逊及脸书等科技业剧情的市场独占地位 更别提几乎每周都有大企业卷入枪制管制移民或川普总统等政治争议的话题 新闻时时报为您播报 意大利总理孔特辞职对右翼分子强烈不满 意大利总理孔特周二宣布辞职 意大利首个民粹主义联合政府宣告结束 孔特在辞职讲话中严厉批评极右内政部长萨尔维尼 指责其搞垮执政联盟的行动不负责任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自8月8日 意大利内政部长副总理萨尔维尼公开表达对执政联盟不满 其领衔的联盟党当日发起对联合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之后 意大利政局持续不稳 联盟政府濒临分裂边缘 参议院8月20日表决对总理孔特的不信任动议 孔特在表决前发表讲话并宣布辞职 在向参议院发表短暂讲话中 孔特严厉抨击萨尔维尼 指控他只是为了个人和其政党的利益 搞垮联合政府 并批评他阻止通过2020年意大利预算 孔特说 我就此中断在政府的这段经历 表示他会在听取议会辩论之后向总统提出辞职 孔特是法学教授 在担任总理前并无从政经验 2018年6月 他在右翼联盟党与反体制的五星运动党 达成联合政府协议后 担任意大利总理 孔特辞职正值意大利面临复杂的经济前景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经济增长放缓 今年前6个月GDP增长几乎为零 一些专家预计全年经济增长 预期将出现衰退 嗨 遍布世界的明镜网友们 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明镜而言 是不寻常的意义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式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 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示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 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明镜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 一直陪伴您的明镜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明镜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明镜抱枕 看明镜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 看景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比较装记 连点今天是主题手带 走到哪里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 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 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 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明镜从线上到线下的旅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旅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投赞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太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 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的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明镜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 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 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 报答最珍贵的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失踪的英国驻港领事发生了什么 英国政府周二表示 对于香港领事馆的一名雇员失踪感到极其担忧 据报道 这名雇员在从中国大陆返回香港途中被中国当局扣留 此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北京与西方之间的关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领事馆28岁的贸易和投资官员 Simon Chan计划于8月8日在边境城市深圳参加技术会议 并于当天乘坐高速列车返回香港 她的女友引用香港移民局官员提供的信息称 因为当天晚上她试图通过边境口岸 但却因为不明原因被拘留在大陆 从此失联 这一消息再次加深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于众多争议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恶化 尤其是与美国日益激烈的贸易争端 北京方面指责华盛顿和伦敦煽动香港的抗议活动 这些抗议活动在今年夏天震撼了香港 加拿大批评中国将两名加拿大公民 其中包括一名前外交官 作为政治人质 以报复在温格华逮捕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一位高管孟晚舟 后者因涉嫌违反伊朗制裁而被美国通缉 没有迹象表明香港永久居民称失踪时 是持英国的外交护照 称的公共社交媒体资料显示 他在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后 于2017年12月开始在领事馆工作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表示 我们非常关注有关我们团队成员被拘留的报道 我们正在为他的家人提供支持 并向广东省和香港当局寻求进一步的信息 香港入境事务处周二表示 他正在协助失踪男子的家人 并与大陆香港官员就此案进行了接触 起初我不想让他的案子公开 因为我担心曝光会进一步危害他 Chin的女友李告诉南华早报 但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Samson出生于香港 在台湾和伦敦接受教育 自2017年底以来 一直在英国驻香港领事馆 担任苏格兰国际贸易和投资官 李说8月10日 入境事务处和领事馆分别向他的家属证实 他被拘留 但没有进一步的细节 根据家人的说法 一名西九龙景区指派的案件调查人员 于8月11日告知他们正被拘留 但无法获得进一步的细节 郑的姐姐和李曾经写信 给英国总领事安德鲁海因 敦促他帮助他们在大陆聘请一名律师 说真的 我们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济能力 寻求任何帮助 她的姐姐在8月11日的信中写道 但李说在第二天 领事馆拒绝了他们的法律援助请求 并表示他不是在工作时间内失踪的 这不是他们的责任 根据家人的说法 入境事务处说他被拘留在广州的香港 经济贸易办事处但拒绝透露消息来源 当被问及他是否参加过席卷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时 李说他们没有一起这样做过 但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参加过 英国外交部门早些时候回应了南华早报的询问 表示担心有一名工作人员失踪 我们与广州和香港当局保持联系 并寻求进一步的信息 一位发言人说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北京定区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 否认了这一事件 据报道 当Simon Chen在香港西九龙高铁中国 出入境口岸时 发信息给他的女朋友称 正在过境和为我祈祷等 根据香港与内地当局的规定 跨境旅客可在西九龙总站内出入境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的 前英国外交官克里布朗表示 他似乎是一名当地的雇员 他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因此比海外的外交官更容易受到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的人 经常被中国方面视为对中国不忠诚 他们就像游戏中的棋子一样 布朗说 布朗补充说 中国可能会向伦敦发出信号 类似驱逐外交官 随着周末又一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 香港的政治紧张局势继续酝酿 活动人士表示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力正在加大 包括加强选举限制 驱逐外国记者 绑架香港街头的持不同政见者 2018年9月开放的西九龙车站 允许大陆警方在总站内执行内地法律 这是香港首次允许这些措施 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去年的一份报告称 任何进入或离开车站的旅客 都将被视为身在大陆 并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星期二在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后 香港特首林郑承诺与政界人士举行会谈 但似乎没有对示威者的主要诉求做出让步 包括全面撤回引渡法案和对警方行为 进行独立调查 几周以来 中国政府将抗议活动定为 美国和英国煽动的颜色革命 中国在本月公布了一位驻香港的美国外交官的个人资料和照片 显然是为了将他描绘成一名敌对的情报官员 这引起美国国务院的谴责 在深圳与香港的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尤为严重 最近几周 中国移民局要求旅行者解锁智能手机 以对他们手机里的信息和相册进行检查 外国记者则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焦点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重要新闻 香港反逃犯条例 示威活动依旧十分频繁 警民的冲突也逐渐恶化 而美国总统川普对于香港问题的发言 也引发各方的关注 外界认为川普回应的态度十分冷淡 不强硬 主要就是因为川普他重视经济政策 超过香港民主运动 川普与香港的亲民主运动 小心保持距离的做法 也已经让他在政治上 受到了美国的国会两党 国务院 澳洲的盟友 以及他在白宫最为鹰派的顾问的孤立 因此川普有关于香港 是中国的一部分骚乱 是中国和香港之间的事情的讲话一公布呢 美国有的媒体立刻就批评 说川普采取了与中国一样的说法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袖 共和党的Mitch McConnell 还有民主党的Nancy Pelosi 日前也都表示强烈的立场 支持香港维护权益 为什么相较于他身边所有的人 川普对于香港的态度 是如此的暧昧呢 我们先来看看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夏明博士的解说 首先我认为川普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 对人权问题基本上没有态度的关注 尤其对中国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灾难 他也没有态度的关注 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总统 无论在对六四的发言 还是在对香港发言 他都没有想到这里面涉及到 非常重要的人权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国会 跟总统发生分歧 我觉得这个必然 因为毕竟我们今天面对的 一个美国总统是对人权 没有太多的人文关怀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美国的总统 在针对中国的各种关系上 基本上是以大国外交为主要的考量 所以他很多是用行政的 这种行政的材料权 或者自由的材料权 那么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美国的国会 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 其实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要保证中国跟台湾 还有跟香港 它的基本的构架 是由国会来通过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就有香港地位 就是法了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 就是关于香港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那么在美国的 中美的关系中 跟中国 跟香港的关系中 还有美国跟香港的关系中 那么都由美国国会来进行界定 这里边跟 就是我们看到的 台湾关系法有点相像 这边美国的国会 也界定了台湾 跟美国的基本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边 你就看到 国会就有发言权 那么国会 现在无论是从 你看到 麦卡奥他这边里面说话 或从佩洛西他那边说话 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 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和 世界上许多的国际组织 是给香港一个特色的 一个自治的地位的 而这个香港的特色的 自治地位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给中国政府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 我叫它叫一个活口 给中国政府了很多的自由度 也捞到了很多好处 包括今天 具体来看 是美国在给中国 进行贸易去散的时候 因为香港 它并不是完全算在 中国这一块的贸易区里边的 因为毕竟是在世界贸易组 在香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分开单列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了 美国它是有一定的权利 尤其是国会有一定的权利 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香港 作为一个单列 或者把香港的特色地位 给取消 那么这一点呢 对就是美国来说 它有权力了来干预 因为这边毕竟 美国是支持 英美这些西方国家 是支持香港 作为一个独特的一个实体 那么在世界的国际组织中存在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 那么如果中国政府 真正的就认为 香港那个完全是 跟内地的任何地区 都没有区别的话 如果中共就是 首先就把这种区别 给抹杀的话了 那我觉得如果导致 世界上各国就认为 那好 香港跟任何的内地城市 没有区别 因此香港的独特的各种地位 尤其在世界各种 那个国际组织里边 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里边的地位了 如果完全上市的话了 那我相信对整个中国 对包括今天 中国在面临的贸易战 我觉得都是没有好事的 所以这点 我觉得 麦卡罗拉或者佩洛西 他们的这个威胁了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 就是 因为毕竟这是两党 而且两个院 形成的共识 这一点的话 可能会给予特朗普 参谱从头 施加某种压力 另外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就是说 佩洛西和麦卡罗 他们在中国地上 有独特的发言权 因为那个就是 麦卡罗他的气势本身 赵小兰 那么就有 那个就是华人背景 所以他们这些家族 跟香港 跟大陆 有千出万里的各种联系 所以他们在中国地上 如果要发言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另外南希佩洛西 在过去三十多年 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 所以他的发言 我觉得也应该 具有分量 如果他们左右两亿 然后那个参众两院 如果现在有这个共识的话 我就对那个 上中有很大的压力 而现在呢 这个压力 似乎也是慢慢形成了 川普在18号就表态 希望中国在中美的 贸易前提的协议之下呢 要先处理香港抗议的问题 并且希望是 以人道的方式来解决 川普在推特发文 表示 如果习主席 能够与示威者直接会面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 香港的问题将迎来一个 圆满和开明的结局 不过这个建议呢 被大家批评 其实跟现实是十分脱节了 而这个也凸显 川普他所处的困境 虽然川普不希望香港的局势 进一步恶化 但是也不愿意为香港的问题 让美中的关系 进一步受到压力 使得贸易战雪上加霜 虽然川普一直强调 对于中国的强硬立场 但是他所重视的 始终是经济政策 而不是民主原则 而香港六月爆发抗议活动之后呢 美国的国会 共和和民主党两党的议员 也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也就是刚才夏明博士所说到的 这部法案要求美国政府 每年要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 而从中来决定是否要维持 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 这也会在九月暑假结束之后呢 再一次进行听证会 根据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的 美国香港政策法 美国在1997年7月1号 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之后 把香港与中国大陆区 特别的对待是分开来的 使香港在贸易人员来往 货币等很多方面 享受的地位都不同于中国大陆 美国香港政策法还规定 美国在1997年7月1号之前 之日和之后 都发挥积极作用 来维护香港的信心和繁荣 美国应该寻求与香港建立和扩大 在经济贸易金融货币 航空航运 通讯旅游文化体育 以及其他恰当的领域 直接的双边关系和协议 而今年6月呢 川普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 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我要让香港的抗议者 自己表达意见 我会让中国和抗议人士 自己来解决问题 而7月底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曾经报道 川普政府向官员发出指示 要求他们对香港反政府的 抗议活动的回应 要保持克制为之中立 就是因为担心任何支持示威者的公开声明 都会破坏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努力 8月1号的时候呢 川普他就公开声明 表示抗议活动是骚乱 他用的英文字呢是riot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必须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强调 他们也就是指香港不需要建议 在香港的问题上面呢 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发表过任何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言论 而除了两会 就是参众两会的领导人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美国官员的态度 首先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了 他在19号演说的时候 再次重申美方的态度 要求中国要兑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要尊重香港法律的完整性 并且批评中国的行为与美国的理想是相对立的 他最近呢 在Detroit的一个演说发表的时候就说 香港将是影响中美贸易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香港的法律受到侵犯 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将会降低 并且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与美国的理想是相对立的 而这也跟川普的口径其实是不太一致的 再来就看到了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他在8月19号的时候 接受电视采访时就表示 希望中国能够信守承诺 对香港人负责 尊重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 他接受Fox电视的新闻网采访时后表示 香港的抗议者只是要寻求自由 只是要求北京信守他们做的一国两制的承诺 以适合香港人的方式尊重香港 他说中美贸易谈判在协议中需要包括核实和执行的机制 就是要确保美国不会因为中国不守承诺而受损 他在7月29号的座谈会的时候也被问到 如果北京派出了解放军介入香港的事务 美国要如何回应呢 他拒绝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但是说我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事情 来尊重涉及香港的协议 他又说他自己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阅读有关中国的资料 讨论各种广泛的议题 包括能为美国带来机遇的 也是涉及对中国对美国带来威胁的所有的话题 他说呢中美的部分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展 也赞许中方在朝鲜阿富汗和伊朗问题方面协助美方 强调中美在很多的外交领域 或许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但是有交叠的利益 相信未来能够一起来解决问题 我们看完美国这方面 再来看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9号的时候 引用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说的话 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对于美国表示 期望中国以人道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呢 耿爽认为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民主和自由 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乱 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公众的利益 当前香港最急迫需要的是依法来防止暴乱 来恢复秩序 而8月2号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也罕见的对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讲话表示认同 他说他指的是先前川普的发言 他说呢他认为川普当时的发言 至少两句话说的是对的 第一个呢就是香港目前进行的是一种骚乱暴动 第二个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而在7月30号呢华春莹他曾经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态 香港抗议是合理的就提出批评了 并说香港的抗议行动毕竟也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的言下的意思呢就是说 其实香港这次的一整个运动呢 在背后其实是由美国来撑腰的 而这也并不是中国第一次正面攻击外国的方式来应对国内的问题 其实在30多年前华盛顿就被曾经被北京指控来煽动天安门广场的亲民主的动乱 再来看中国官方媒体 中国最知名的电视新闻主播之一康辉 之前就在电视上攻击美国 说美国是一个霸凌国家 恐吓他人的一个霸权主义的一个政体 他说呢美国的某些政客抱着霸权思维不放 奉行强权政治到处欺负和恐吓他人 而他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呢 的这一段话也很快就成为了中国社群媒体上被搜索最多的短语之一 在中国指控美国是反送中运动背后的推手 以及美国朝野政党口径一致的压力之下 未来美国总统川普对于香港的议题是否会从目前的暧昧的态度强硬起来 也让美国在其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影响的力量呢 我们就来看看夏明博士他更深入的解说 是我觉得会的 就是说因为川普呢 你会发现了川普主要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你看他在许多的重要问题上还经常都发生摇摆 无论就是在对待族裔种族还有外交 包括对待那个叙利亚 包括对待中国 那么这个货币那个操纵国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了 那个川普总统他都有很多的就是摇摆 包括对台湾 你看他都有很多摇摆 那个武器 那么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小说等等 所以我认为就是川普呢 他会那个看到就是国际舆论界 然后还有他周边的这些那个当地人员 给他出现压力 那么尤其了麦康奈了 我们也知道在共和党里面呢 那么跟川普呢 那个关系是非常紧的 麦康奈的那个话语呢 也都是有就是地位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川普无论在他那个任命法官呢 那么任命各种就是内阁词员 很多上面都都会非常重视 就是麦康奈的他那个用共和党的这个纪律了 来帮助推行那个川普的很多任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相信了川普总统呢 会非常敏感的就是那个听他身边的人一些说法 而且因为川普总统总的来说 他对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呢 他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他会很关心 但是他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了 那个川普总统人身边呢 有一群的这种鹰派人物 这鹰派人物呢 具有强烈的这个就是反共的这个色彩 那么甚至有些种族主义白人上的反华的色彩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了那个川普总统呢 如果他突然看到这么多报道 看到这些年轻人受到这种就是血性的镇压 那么这些就是镜头的话了 如果他周边有人把这些东西给他汇报上去 那么我们也很难说就不会发生 就像那个川普总统 他的女儿那个伊万卡 把这个就是叙利亚的这边化学武器 伤害的孩子的一些图片 这些那个录像给他爸爸一看 那么川普总统就决定就是命令导弹 那个就是袭击那个空军基地等等 那么虽然我觉得就说 看他周边的人呢 如果继续运作的话了 我们很难就是那个设想了 川普总统呢会完全无动于松 根据目前的这种抗争来看了 我觉得如果他周边的人 再继续运作的话了 我觉得川普总统变得更强硬 尤其是面对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了 现在陷入僵局 而中国政府呢也在不断的升级的情况下 因为中国政府升级 包括就是说把香港的这个整个责任了 没有检查他自己的失败 没有检查他自己的就是说 那个刚性了不妥协了 没有办法找出解决方案了 他把这个就是香港的问题了 现在一下子就是那个扣到了 就是美国的身上 就说美国是幕后操纵的黑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了 我觉得川普总统有可能就是会 有更多的强硬路线了 我觉得这完全可以 那个就是有这个空间 我觉得并不能完全排除 所以针对美国是否为香港运动 背后黑手的相关讨论 也请关注我们和夏明教授的连线专访 以下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有任何想法 请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您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 并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我是为人 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